經過郊西公所 二龍社區 還有齊武蘭 周宰偉 兩莊頭的開會決定後 有兩百二十三年歷史的二龍進步 為了防疫討厭 宣布今年停辦比賽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一年就縮小 今年就疫情了 變越重 所以說這次公所 配合避充公 在防疫期間 當然這次就停辦 大家共同國異之下 要來興階段 也要來錄成我們的防疫第一的政策 共同要來防疫作戰 因此要來停辦這次 大卡二龍川擁有兩百二十三年 這個歷史的 二龍傳統的 競途的這個活動 在這裡跟鄉親說什麼 抱歉 台南六千 過去之後 我們才以後來年 我們才來擴大來鼓辦 地方表示 進度活動舉辦 勢必觸犯政府的防疫規範 所以決定停辦之外 但為了延續傳統文化 將簡化即將疑似 同時由民眾自行參拜 老大公 為了疫情的關係 沒有導致政府 疫情的關係 所以今年停辦 也一樣有現場 不然有任何 所以說國人在家 拜老大公 老大公一樣拜 但是北朝的部分 我們就因為有群聚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 就暫時休息一年了 大家把整身放在風業上 我們在公館 餐廳我們再來 把這個開熱 發電營餐 大家再來一覺勝負 目前交際公所 已經向中央爭取河畔的看台設施 期待明年建設跟賽事 能夠如期啟用跟舉辦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 採訪報導